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在高雄這個新興區的裸體主義 那這一間呢是在高雄抹茶控不能錯過的一間抹茶甜點專賣店喔 裸體主義呢它是一間日式的老宅建築 那它裡面呢主要是賣一些抹茶相關的甜點 那它還有第二間店它主要是賣冰淇淋的東西 走吧 這裡一進來就很有日式的味道 它這邊一進來就有一區的普通的座位區 然後裡面呢有在賣一些文創的那樣東西 這個櫃檯上面呢有城市的各式各樣商品啊 有飾品啊還有可愛的小動物啊有木頭的梳子啊 如果說有喜歡的話可以跟老闆訓價 還有老闆有以前一個珠寶設計師 所以他自己會手做一些珠寶的飾品 可以放在這邊賣 這裡也可以穿玉衣耶 它在這邊穿玉衣是不用額外付錢的 只要有點他們的餐點就可以體驗喔 走進來這裡呢還有另外一區的座位區 它這藍色布點裡頭呢也是個座位區 裡面有展示著很多的木製的藝品 然後它這個常做的設計很有特色 我們這一次來呢就是坐在這邊 那我們跟一般外面的抹茶店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飲料跟甜點 全部都是用日本玩酒小三院的抹茶粉 甜點的話抹茶供他們來必點的是 我們雪岩深敲塔跟我們千層蛋糕 這裡除了單點之外還有雙紅茶餐可以選擇 不過我還沒有看我要喝什麼耶 我想要喝玉米牛奶好了 好啊 要熱得冷的 可是抹茶紅豆牛奶好像也不錯耶 嗯 有選擇障礙任齁 沒有了 等一下你點的是什麼 我點這個刷 刷過嗎 沒有 好我等一下腳去刷 等一下我會將熱水整個加下去之後 你先抹茶香 把碗放下來之後再用茶色燒去刷 泡泡要刷得很漂亮的話 刷得十分鐘 越寬越好它泡泡都越慢了 前後 對越寬越好 太慢了啦 背心 我也覺得你太慢 你在那邊用你手腕 都試試試 欸來來來 給我來刷阿湯 你什麼話 阿湯有說要怎麼刷 前後 前後不能講去切 為什麼我們要點這個 讓自己這麼累 這個比較有趣阿 終於你來試試看阿 剛剛說了一首好刷 唉唷 不是只有說嗎 在動喔 真的喔 不用很大力嗎 應該是這樣 喔它有很多泡泡出來耶 我們來看看專業的是怎麼樣刷的 抹茶 你就是抹茶 會苦嗎 有一點苦 抹茶會很腫 你要再苦 太苦了這個我不行 我們點了這個很燙的套餐 然後再點了一個 高梅抹茶千層 跟這個 櫻花千層 還有這個絕餅 高梅抹茶裡面有一個 抹茶茶 然後一個甜點 還有 團 老闆說這個只有他們這邊才有的 櫻花千層 他說是會有一點點 微微的胡瓜果的味道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櫻花千層 它有酸酸甜甜甜的味道 搭嗎 滿搭的耶 很特別 難怪老闆呢 說來這邊一定是必點這個 老師這個好吃 這個是櫻花 水清水餅 這個裡面有一個櫻花 然後經營劑口的樣子 然後外面也有黑糖漿 跟黃豆瓣 這是日本傳統的吃法 這很可愛耶 乾乾乾 這個也有香酸的味道 香酸甜 美麗 吃這個 嗯 它好紮實 對 它那個抹茶的地方很紮實 這個比較有 抹茶的味道 好苦 對 可是我覺得外面的餅 有一點綜合的感覺 嗯 很配 這是什麼 這是蛋糕 應該是吧 抹茶起司蛋糕 它是甜的嗎 還是起司味重 這個奶味還蠻重 起司味蠻重的 它上面綠色是什麼啊 檸檬皮的學院 哦 不愧是專業甜點人 小玉團子 它這個也是有黑糖的醬在上面 然後旁邊有這個紅豆粉 綠色麻糬 我點了這個紅豆抹茶 感覺就很好喝的樣子 這下面還有紅豆 滿多的耶 這紅豆大概有到這裡 紅豆的量 你最喜歡哪一個 這個跟這個 還有這個跟這個 這個很有味道 我喜歡這個 跟這個 都很好吃 這個可能是 推薦第一次來的 就是 立體 前程 我覺得這也是一間 如果說你對抹茶 有非常喜歡 你非常愛抹茶的話 一定會非常愛這間店 那如果說你不是 特別喜歡吃抹茶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來這邊 嘗嘗看抹茶的味道 那抹茶搭配其他東西之後 然後蹦出另外一樣的 一個新的感覺 那這邊另外一樣的一個新的感覺 我第一次 因為其實它是大文翻譯的 那其實就是我老婆 他Gina 他就是說 在英文的話叫 the nature research 是回最大自然的意思 那在法文的時候 其實就是原來的意思 就是回最大自然的意思 所以我們請求 它的法文的意思 其實這樣也可以引起大家的畫面 可以看到那邊 這樣子 知道了嗎? 羅提主義的第二間分店 是在鹽城區這裡 那是靠近博爾特區 銀子灣這附近 它的名字叫做鹽城茶凌 所以它主要是賣抹茶冰淇淋微品 那這邊聽說抹茶冰淇淋有分1到7級 是全台灣唯一一間有分級數的抹茶冰淇淋店 走吧 7號的還不錯 咬下去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會有點酷脯的感覺 然後慢慢之後它就會慢慢變甜了 還滿特別的 嗯 回甘的味道 有回甘的味道 我們點了這個 吉姆的文化口味 這個 吉姆 這是幾級? 7級 回甘 有去綠的嗎? 有 你看那邊有個拍照牆耶 還有打光 雪櫻花有冰淇淋 就是雪櫻花加上牛賽做的 這個雪櫻花就是有用鹽鮮做醃製 然後它這個雪櫻花 它本身就有一點美食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會有一點鹹甜鹹甜的感覺 如果你非常喜歡抹茶 或者是想嘗試抹茶的話 來到高雄一定不能錯過這兩間喔 掰掰